王轩看了又看,酒水丹上的鬼画符,很亲切,似曾相识,但终究是附了它们,一个字都没认出来。 但他很淡定,瞥了一眼,便十分深沉地开口,道,来平1982年的北冰羊。 他确定,没人知道他点的是什么,这里并没有救土的人,再说,再救土都停产一百多年了。 既然不懂,又不好露窃,那么就高深一点吧,他一副平静无波的样子,倒要看看这地方有多特别。 果然,他这么开口后,美丽的精灵小姐很疑惑,然后露出羞懒之色,尖尖地耳朵轻颤,小声道,抱歉,您稍等,我查下。 周围,也有一些人看了过来,那是,略微郑重了一些的表情,尤其是看到方雨竹,摸不清他的深浅后,静意更浓了几许。 王轩哑然,似乎这里的确有些稀针的饮品,时空酒吧如果都难以提供,也算是彰显了部分实力,和背景有关,和道横有关。 对不起,先生,我们这里,精灵少女想解释,真找不到这一款,很难为情,低下头,蓝阴阴的的刘海,挡住了眼睛。 王轩还是第一次见到精灵,这地方真是什么高等微生物,都有吗? 他身上还揣着个棚蛋呢,别碰到棚族人就好。 诺,随便给我们上两杯有特色的饮品吧。 王轩开口,眼神在单子随意扫了一眼。 精灵少女很敏感,顺着她的眼神,就要下单。 方语竹很自然地接过单子,温和地开口,道,月光年华,两杯。 王轩微亚,她认识上边的鬼画符,以后必须得请教,无论是银色瘦皮书,还是养生炉中,都有这种文字。 同时,她点饮品时这么自然,对这里似乎不陌生。 王轩觉得,对方仙子了解的还是太少,一直当她是仙情人士,对现代社会不了解,现在看不是那么一回事。 这种超脱室外的地方,母见横空的时空酒吧,她曾光顾过。 我点的东西有问题吗? 王轩暗中问道。 你眼神扫过的酒,是以一株完整的天药为主料,榨汁,添加一些高等奇物等,酝酿的天酒。 王轩文言,一阵心惊,这地方有点邪啊,连天药都能拿得出来,进去榨汁酿酒,太离谱了。 她警惕起来,她觉得,在这里坐着的,或许都是大佬,或者是至强者的亲族,绝对没有一个好惹的。 方语竹道,没什么人会去点天酒当冤大头,最高等的精神世界不好攀登,很多年都难以采摘到一株天药,时空酒吧虽然不凡,但绝对不误美价廉,不赚个几倍差价。 怎么好意思呢?王轩趁机问道,这里是市地吗?市地的一部分,多看,不要探究别人,这里每个生灵都不弱。 有方语竹在这里,自然不担心别人竭听他们的对话。这些都是什么人? 王轩不懂就问,难得一位至强者这么好脾气,他也就没当自己是外人。 错过了这村,他以后找谁问去?难道和老张谈人生,和明穴谈理想? 方语竹认真告知,道,我以前也只是误入过这里两次,这里每个人都很特殊,不会告知自己的来历。 毫无疑问,有是地源头的生物,也有圣灵,但不要主动去问,也不要说出自己的跟脚。 王轩文言,点头思寸,这里名为时空酒吧,还真是有深意了,连活在错乱时空中的圣灵都能在此地真实出现,确实惊人。 然后,他就有些出神了,看到了几个穿着宇航服的人,愁眉不展,他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人。 但是,这样的人不是疑似和未来有关,就是和沉沦在历史中,和现实世界的交集,更像是平行宇宙的短暂交处。 哎,被困很多年,回不去了。 一人轻叹,无可奈何,带着惆怅。 这种人很特殊,似乎和我们不在一个宇宙维度,他们在这里显行了。 王轩向方语竹示意。 方语竹田径中带着淡淡光运,道, 嗯,他们不弱,当中有一人和郑元天的实力相仿。 王轩无言,郑爵士都成度量单位了。 他提醒自己得努力了,什么时候能够站到这个高度? 屁你深空群雄。 方语竹补充道,想得稀,他们跟脚太难了,他们守口如瓶。 王轩不解,道,应该接近,甚至直接拿下他们啊。 是地,大幕,深空中的大势力,对这种人一定要追查,可能涉及到完全不同的宇宙,或许能为神话续命。 方语竹摇头,道,有人用强过,但是,换来的却是他们如同泡影般幻灭,直接消散。 就在这时,酒吧高台上有人喊话,各位,又一场精彩的节目开始了,想要参与竞拍的,准备好了。 同时间,激昂的音乐响起,如同上万柄飞剑蒸蒸而鸣,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心神,朝台上望去。 这个酒吧非常大,在母舰中,占地很广,有足够的空间,供给这些强大的超凡者活动。 有人搬来一个巨大的铁笼,放在高台上,当中关着一头猛兽,蛤蟆般的皮肤,咯咯打打,灰扑扑,长相争鸣,像是章鱼,但是,每条触手的末端,都是三角形的舌头。 它能有数十丈高,像一座肉衫,很多舌头同时扬起,阴冷地注视着所有人。 各位,这就是环真兽,在宇宙深空中发现的,实力堪比上古巨妖,在它身体中,蕴含着特殊的鲸盒,有浓郁的接近真实的物质。 这番话语一出,顿时引发议论,时空九八中一片嘈杂。 它很珍贵,那颗星球上,也只发现,不足上两百头还真瘦,有想镜拍的吗? 饲养好了,说不定可以源源不断地出产那种接近真实的鲸盒。 顿时,这里许多人交头接耳,不宁静了。 王轩动容,他原本以为这个酒吧是给人放松的地方,有仙女等进行各种才艺表演,原来展示的是这种东西。 有人开口,这种还真瘦虽然珍贵,但是根本没法大范围饲养,都是巨妖,需要多少人看守。 再说,这种生物在圆星球上都不足两百头,估计很难扩大族群。 台上的男子点头,道,嗯,我们如实说了情况,这位兄弟能一眼看出,也证明我们没有欺骗的意思。 感兴趣的就静胎吧,毕竟,他体内的鲸盒或真价实,在超凡枯竭的时代,对强者有不小的好处。 比起静胎还真瘦,我更对那颗星球感兴趣。 这种瘦类,为什么能在那种环境中凝结出接近真实的鲸盒? 一位身穿黄金战衣的男子开口,威严如天神,实力极强。 台上主持拍卖的男子看起来是个青年,但是双目深邃,显然实际年龄不算小,开口道,为了给超凡世界续命,我们的原则是,所有消息共享,不会隐瞒。 那颗星球曾经有特殊的陨石残块落下,造就了环真兽。 许多人摇头,更有人叹息,可惜了,超凡陨星划破宇宙星空,虽然各地都有见过碎屑,但找不到源头。 有人拍走了还真瘦,要去仔细研究。 下一个节目,要联动起来了。 嗯,上一个神话文明,一位至强者的残骸一句,虽然死得很彻底,但是研究他干枯的血肉。 说不定受到启发,神话将亡,任何有益的可能,都弥足珍贵,不容错过。 这里真是什么都有,各路人带来的奇物,可以彼此交换,也可以放到台上去拍卖。 下一个,这里有从宇宙深处月精灵王朝废墟中挖出来的一节根须,以四月两天药残根。 你们要知道,有种传说,月精灵王朝当年培育的天药都接近真药了。 我要了,愿意以某一消逝的神话文明留下的一篇至强经文交换。 我以九皇飞仙炉交换。 不值得,最多一年时间,超凡世界的余韵就全部崩溃了,即便是接近真药的残根又能怎样,没时间复活了。 王宣出神,这里好东西真多呀,他都想静拍下来研究下,当想了想,还是算了,看着吧,这里大佬过多,他竞争不过。 方宇竹道,我身上没带什么奇物,他暂时也没有下场的意思。 轰隆。 突然,巨大的轰鸣声传来,整座时空酒吧都在剧烈晃动,事实上,是整艘巨大的母舰在摇动。 来了,各位,他出现了,果然要路过这里,从此远去。 就看各自的运气了,如果有所获,说不定可以让自身坚持的久一些,不至于在一年后慢慢归于平凡。 台上主持拍卖的青年,激动地喊道,接着又道,时空酒吧也有个彩头,一会儿谁收获大,就送他一壶天仙醉,比之添酒的价值只高不低,你们都明白,他的功效与非凡之处,我就不多说了。 说完,他就跳了下来,和众人一起快速向外走去。 王轩和方雨竹自然也在人群中,一块出去,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来了。 母舰外,有很多生灵,不管什么种族,现在大多都化为人形,一起向着迷蒙的雾气深处走去。 然后,他们竟直接来到了星空下,前方,繁星点点,是浩瀚的宇宙,最远处,幽暗而深邃。 轰隆隆,巨大的波动,超凡物质浓郁到极致,甚至神话规则又都因此而出现了,不再残缺,不再只有余韵。 只因为,远处那里有东西过来了。 超凡的根源啊,可惜,就要远去了,消失了,从此绝灭。 有人侃然长叹,甚至有人泪流满面,虽然推演出来了,他会露经这里,但人们却无力回天,阻止不了他的远行,消失,代表着神话腐朽到了末期。 感谢,大明9524,谢谢盟主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